大家好,中美军方恢复了防务对话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周四9月30日 中国和美国军方结束了为期两天的高层会谈 双方强调保持沟通的必要性 这是今年8月中美两军双方恢复了拜登入驻白宫以来首次的防务对话 美国国防部的负责人中国事务的助理副部长 叫迈克尔·凯瑟和中国军方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 在周二和周三举行了视频会议并发表讲话 美国国防部周四证实 此次会晤是拜登政府努力的一部分 目的是通过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的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马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会谈期间双方就一系列影响美中防务关系的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开放的讨论 双方重申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共识 两周前美国宣布与英国澳大利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发出警告 这将增加军备竞赛和新冷战 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助理副部长迈克尔·凯瑟和中国军方国际事务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 在8月中旬举行的会谈是拜登1月上日以来两国军方第一次通话 双方讨论了阿富汗骚乱等关键问题 当时我也报道 中国和美国还分享了阿富汗的相关的军事情报 8月份一位中国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中国军方通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国防五官 与美国保持中层军事沟通 阿富汗危机是必须讨论的最紧迫的风险管理问题之一 拜登在2月份宣布了一个新的五角大陆任务小组 来评估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战略的行动 但他的政府对拜登所称的美国最严重的竞争对手的政策方针 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最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仍然是紧张 包括在台湾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美国方面善意有所延伸 包括气候特使克里两次访问中国 中美双方这一次会谈 我个人认为是习近平和拜登通话的一个延续 习近平和拜登通话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孟晚舟回国了 加拿大的问题解决了 中美关系也恢复了一个正常沟通的渠道 现在军事交流 防务对话也逐渐恢复 这个实际就是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以后 未来中美关系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这次通话中国分享了朝鲜半岛和阿富汗的相关情报给美国 同时美国也向中国分享了一系列中国关心的相关情报 大家可以看川普上台以后 中美就几乎中断了军事交往 我觉得拜登正在恢复中美双方的正常的军事 相关的军事交往和对话机制 这个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的方向 就是拜登逐渐的要跟中国进行接触 进行正常的沟通 同时拜登也在组建自己的军事联盟 要围堵中国 这就是未来中美的长期